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落后的国家 非常专政的国家 还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号称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 能够自由的 敞开的 好拦阻的敬拜上帝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我们过去所经历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有感恩 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除了赞美还是赞美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来拦阻我们来敬拜上帝 有些地区的拦阻是外在的 是政治性的 有些地区的拦阻他是内在的 是源于魔鬼和罪恶的攻击和脚狼 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向神赏感恩 另一方面也求主保守我们的聚会 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的心灵 所以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 为要得联 得联名 门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主啊 求你兴起 驱散仇敌 保护你自己的儿女 让我们在敬拜中经历你的恩典 经历你的大恩 主啊 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 好向拿第四等的田地 当真理的话语落着我们心里的时候 就有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收成 主啊 我们也恳求真理的圣灵 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 因为你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愿上帝自己的名 在我们的当中得到尊崇 我们感谢主如此祷告 奉主圣名 阿们 好 感谢上帝 刚才薛冰弟兄带领我们 读了一部分 尼西米记的第一到第二章的内容 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 对尼西米记都非常熟悉 尼西米带领着以色列人 用52天的时间 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这简直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奇迹式的工程 那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姊妹 不是很熟悉 因为尼西米记比较短小 主日信息提及的也比较少一点 所以啊 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有机会来 借着尼西米记第一到第二章 来跟弟兄姊妹们学习一个主题 是来吧 我们重建城墙 那在这个主题之下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耶路撒冷的城墙 是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路撒冷的城墙 它非常的破败 无法呈现出一个正常的状态 经文在尼西米记的第一章 一到第三节 第一节告诉我们说 哈加利亚的儿子 尼西米的言语如下 亚打薛西王 二十年基斯留约 我在苏山的苏山城的宫中 这就是作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尼西米记 他的作者呢 就是尼西米 那他一句话 前面的第一句话呢 也交代了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 以及时代背景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讲到特别提到一个时间是 亚打薛西王二十年 亚打薛西王呢 是波斯帝国的皇帝 他在公元前465年的时候 他统治了整个亚欧非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这个图片 反正橙色的部分 这就是波斯帝国所统治的 他在最中边 已经靠近印度了 其实呢 是从巴勒斯坦开始 然后呢 最西边的时候呢 就是北上的话呢 已经是在希腊的上面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保加利亚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话呢 他已经到了非洲了 埃及 苏丹 然后呢 也包括 这边的 利比亚 就是 最西边的就是利比亚 所以他的帝国的幅度 非常的大 然后呢 他的国度呢 就是在苏山城 古代称伊兰国 现在称伊兰国 所以呢 就是在那个波斯湾的北部 240公里处 所以 尼西米短短的一句话 他就介绍了当时 整个背景的情况 好 我们再来回到那个经文说 他在苏山的王宫当中宫耻 但是他听到了有关 耶路撒冷的信息 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犹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 你先告诉我们说 我问他们 那些被虏归回 剩下逃脱的犹太人 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他们对我说 那些被虏归回 剩下的人 犹太人在犹太神遭大难 受灵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 拆毁 被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 就是 耶路撒冷 他的荣耀不在 他的辉煌不在 相反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 犹太人在犹大地 受羞辱 遭受大难 城门被毁 城门被烧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我们如果看历史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耶稣亚在公元前 1400年左右 带领圣列人 进入加勒斯坦的时候 他们就在上帝的应许之地 深耕发芽 成家立业 建立国家 他们先入经历了 扫罗 大卫 和所罗蒙的王朝 并且在所罗蒙的王朝当中 达到了他们 以色列国的巅峰 非常可惜的是 他们这种荣耀 这种巅峰 繁荣没有持续太久 因着他们背叛上帝 所罗蒙的儿子 罗伯安 他在执政年间的时候呢 以色列就封成了南北两国 北国人都称为以色列 南国呢 就称为有大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继续背离上帝 违反上帝的统治 拒绝上帝的赐福 直到公元前 722年 北国一世列 被亚述帝国所缅 南国呢 也好不了哪里去 我相信上个星期 曾经文公司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 给我们稍微补了一些历史 南国在公元前 五百八十六年 受到巴格伦帝国的毁灭 在列王记下 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圣经里告诉我们 当时南国是怎么毁灭的 当时巴比伦帝国的国王 尼布贾尼萨 带领士兵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 攻打南国的时候 他就把南国的皇帝 约亚经 掳走了 圣灵的信物带走了 然后呢 就把约亚经呢 带到巴比伦 然后选择他的儿子 叫希里加 留在耶路撒冷 继续当皇帝 希里加经过八年之后 他的耳根是比较软 听了别人的炫道 就觉得我不应该 继续适逢巴比伦 于是呢 师通埃及 向埃及求助的时候啊 被巴比伦知道了 于是尼布贾尼萨 第二次带着大军来的时候 带着圣物人来 攻城之后呢 他就把整个耶路撒冷 用火烧了 圣殿也烧了 而且呢 把城墙都拆了 拆到根基为止 这是以色列人的第一次的网络 那一次被拆了之后 耶路撒冷的城墙 就再也没有被建立起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讲到的是 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 城墙被烧 就是自从尼布贾尼萨 被拆了 拆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后 焚烧了之后啊 耶路撒冷的城墙 从来就没有被建立过 那这个是 耶路撒冷 他城墙的现况 那我们再来看 耶路撒冷的城墙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从实用的功能来说 在古代的社会 如果一个城市 没有城墙和城门 相当于一个家 没有围墙和大门 大家都可以想象是吗 一个家如果没有围墙和大门 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城门和城墙 构起了一个城市最后的防守 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 可能弟兄姊妹们 都已经看过很多了 是吗 古代两个国家打仗的时候 进攻的一方 千方百计的 要攻破对方的城门城墙 他们用投石机是吗 大块的石头要扔过去 砸在城墙上 砸在碉堡上 砸在城门上 那其他的士兵呢 另外一队也是抬着大木头 一二三撞进那个大门城门 基本的情况 一般的情况下 一旦城墙破了 一旦城门破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段战争的结局 就已经定下了 是吗 接下来就是向上 就是外面的军队就 汹涌而入 攻攻战了 所以城墙跟城门 是保护一个城市 最后的防守 那耶路撒冷的城墙 更加不容乐观 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个时候城墙被毁 被拆 就根本没有城墙 城门被火烧了 就根本没有城门 任何的军事力量 都可以长须直路 如露无论自己 他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想想就想 想杀就杀 所以以色列人遭受大难 所以以色列人被羞辱 那是你所当然的事情 是吗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只能不受羞辱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圣经告诉我们 尼西米一章的事件 他听到了这个消息 尼西米的反应是什么 他听到这话 就坐下哭泣 被埃及 在天上的神面前 禁食报告 他为以色列人哭泣 为耶路撒人被埃 他也在上帝人面前 认罪祷告 我们刚才都已经读过了 他咒业不停地代表自己的民族 还在上帝人面前祷告 那不但如此 他不是说我祷告了 我在上帝人面前 都交给上帝人就好了 不 尼西米还有一个计划 圣经在尼西米集第二章的一到八节 我们刚才跳过了没有读 那这其实就讲到 他回到亚打学习网的面前 他是做酒证的 广里王的酒 也同时也为王藏酒 免得有人给王下毒 那他是做酒证的 所以他就来到神王的面前的时候 跟王有一次对话 这段经文我们就不读了 相信弟兄姐妹们 非常熟悉 或者师父也可以继续读 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尼西米因着祷告上帝不住的洗手 然后呢上帝使他的计划 在王面前门恩 因着上帝的恩典 尼西米有惊无邪的过了第一个难关 他获得了波士皇帝的批准和资助 而且他的计划得以实施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尼西米看到 听到耶路撒冷城墙的破坏 他心中有个计划 他马上去实施这个计划 但是呢 因着上帝的恩手 他的计划第一步就已经开始 但是呢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满心里有一个疑问就是 其实啊 耶路撒冷城墙被拆 到尼西米 总共有160年中的时间 因为以色列人被拆到巴比伦 有70年时间 从第一次的归回 到尼西米的年间 又有八九十年的时间 几百年之前的事情 为什么尼西米这么样的在意呢 150年多之前 就要向我们中国人 回到了清朝是吗 清朝有个城市破坏了 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 那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而已 我们要特别的从属灵的角度 来看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那要讲到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 耶路撒冷这个城市 不单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 它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 有非常特殊的位置 要讲耶路撒冷的重要性 我们要从伊甸园开始说起 各位兄弟们 抱歉 这个故事比较长期一点 但是对大家了解整个 圣经的脉络很有帮助 所以我特别讲一下 我会是从上帝的国度这个角度 来讲整个圣经的脉络 最后来讲到耶路撒冷 什么叫做神的国度呢 神的国度是指上帝的百姓 在上帝的地方 接受神的治理和赐福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伊甸园 伊甸园是谁是神的百姓 在伊甸园当中 亚当跟夏娃是吗 那地方哪个是神的地方 伊甸园 他们接受上帝的治理和赐福是吗 上帝创造了所有功给他们 上帝也管理他们 也让他们代表上帝去管理全地 原本是一片美好 可惜的是 夏娃耳朵跟着乱伤 听从了神的建议 违背了上帝的命令 所以人类从此之后 在悲逆上帝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这个故事到哪里得到短期呢 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 上帝再次的与亚伯拉罕立约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他们要成为上帝的百姓 享受上帝的治理和赐福 并且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 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 是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又允许给亚伯拉罕一个国度 特别拣选了亚伯拉罕他的后裔 要成为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是上帝立约所拣选的百姓 他们被上帝管理 也被上帝的赐福 他们敬拜上帝 也服侍上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 最后呢 通过摩西通过约束亚 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时候 上帝的国度 有个局部性的实现 是吗 上帝的子民是谁 在加拿地的时候 以色列人 上帝的地方呢 加拿地 也就是应许之地 是吗 所以上帝选择了士师 选择了君王 来管理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人就是 接受神的治理 也得门上帝的赐福 所以在加拿地的时候 从旷野开始 后来到了加拿地 上帝就透过摩西 也透过所罗门 建造了两个敬拜中心 会墓和圣殿 会墓和圣殿 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是什么含义 表示上帝与他们同战 上帝与他的百姓亲近 上帝亲自带领他们 甚至在旧约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亲自为以色列人征战 摩西唱歌说 耶尔华是战士 把法老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耶尔华亲自为他的百姓打仗 是一个典型的 古代君王的形象 所以后来 所罗门建造了圣殿 就取代了这个会墓的功能 其实两者的含义是一模一样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耶路撒冷 他不单是以色列人的政治中心 也是宗教中心 从属灵的角度来说 耶路撒冷 他是上帝 在以色列人掌权的地方 换句话说 耶路撒冷是什么 耶路撒冷是天上之城的影子 耶路撒冷是什么 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国度 在地上的一个记号 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可以联想到上帝的统治 看到上帝天上的国度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耶路撒冷是上帝荣耀充满的地方 也是他百姓与上帝同在和亲近的地方 原本是都非常好 可惜的是呢 住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 他的豪景也不长 他们事无忌惮的敬拜偶像 我们读过圣经都知道 他们以违约的方式 来玷污 来嘲笑上帝的圣洁和荣耀 他们随心所欲的选择偶像 所以上帝的荣耀就不能居住在他们的中间 我们在旧约当中可以看到 先知以色列人用特别形象的方式来描述 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 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和拒绝 上帝的荣耀是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 离开耶路撒冷 离开他的圣殿 离开以色列人 这段经文从以色列的九章第三节 一直到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 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读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他是离开了基督伯 从那里来到圣殿的门槛 然后就来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 来到东门口 来到耶路撒冷城市的门口 然后再从城市的门口往上升 一步一步的 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 离开了耶路撒冷 离开了以色列人 先知用这种方式 宣告了上帝的离开 因着上帝荣耀的离开 以色列人被毁 以色列人亡国 以色列人被掳 以色列人遭受大难 都是雷说当然的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这就是在先知书当中 在旧约的先知书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信息 先知不断的去描述 以色列人的悖逆 但这就是结局吗 这就是以色列人最后的结果吗 没有 上帝仍然爱他的百姓 上帝仍然对他们有怜悯的心 上帝仍然对他们成立了一个救赎的计划 我们在耶利米苏 导致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念 不再纪念他们的恶行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见着先知的口 宣告说他没有忘记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 他没有忘记他的百姓 而是要更新他们 除掉他们的石头的心 给他们一个肉的心 上帝要与他们一个立新的约 不是像以前一样的 透过摩西 透过亚伯拉罕 在石板上所立的约 而是 透过另外一位宗宝 一位救赎 所立的心 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他们持有着上帝的应许 他们对上帝的救赎 还有盼望 所以索罗巴伯第一次带领以色列人 从巴比伦回到了巴勒斯坦 第二次以色拉带领着以色列人 又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 他们就建造了圣殿 让大百姓有个敬拜神的地方 那第三次呢 就是尼西米带领着以色列人 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 他就建造了圣殿 让百姓有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 有一个安息的地方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以色列人 先前的以色列人 虽然得罪了上帝 被上帝管教 但是上帝仍然持守他的约 仍然把应许之地 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仍然给他们一个安息 一个敬拜 一个可以享受上帝同在 和赐福的地方 所以 尼西米要重建的 他并非只是一座普通的城 他并非重建的史 是他们祖先住过的一个地方 他所做的一切 乃是持守 相信上帝的应许是真的 上帝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 上帝给他们的应许 而且是必然实现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尼西米所做的一切 乃是以信心 以实际的行动 来回应上帝的救赎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尼西米 他做了这么一个祷告 就是刚才 薛斌弟兄带领我们 读过的尼西米 集第一章的五到第十一节 常常的祷告 他祷告的第一部分 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向上帝认罪 他明白 以色列人一切苦难的原因 在于他们离弃了永活的真神 他们亡国 他们被掳 他们的圣殿和城市被毁 都是因为他们拒绝上帝的统治 拒绝上帝的赐福 那其次呢 第二段 第八节开始 尼西米就紧紧的抓住上帝的应许 说上帝啊 你曾经答应过我们 你曾经应许我们说 如果我们回转 如果我们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你必须要恢复我们 你必须要复兴我们 你再次的建立我们 是吗 所以呢他就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 上帝的话是不改变 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尼西米再一次重生 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 以色列人跟上帝什么关系 以色列人是上帝 从世界当中 是从法老的权柄之下 用神迹 用大能拯救出来 是上帝奇妙的作为 所以尼西米说上帝啊 我们是你的百姓 求你继续施恩 所以呢 各位弟兄姊妹 出埃及记 成了以色列人 蒙拯救的一个典范 什么叫做典范呢 就是每当以色列人 再次出现一次大拯救的时候呢 他说这是一次出埃及 所以呢 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 历史上称为 第二次出埃及 虽然他们不是真的从埃及出来 但是历史上的他们称 以色列人第二次出埃及 就是从巴比伦出来 回到了巴勒斯坦 所以我们有这么个大画面之后呢 各位 你就知道 耶路撒冷的现况 是怎么样子 尼西米为何要重建 耶路撒冷的城墙 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属灵含义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注意力 就放在了尼西米和犹太人的身上 尼西米和犹太人 他们的处境和挑战 他们处在怎样的处境当中 他们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其实这里有两群犹太人 一群是留在巴比伦的 因为他们在巴比伦已经生活了七十 他们在那里安顿 扎根 在巴比伦过上非常舒服 体面的生活 我们刚才第一句话也读到 尼西米在苏山的工中工作 是吗 他是坐王久正的 非常体面 过得非常舒适 所以很多犹太人呢 他已经完全融入当时的国家 融入社会 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回到巴勒斯坦 那另外一群犹太人呢 是跟随着索罗巴伯 跟随着以色拉 跟随着尼西米 回到巴勒斯坦 他们回到了平级 盲目苍翼的巴勒斯坦 他们持守了与上帝之间的约定 他们有属灵的复兴 建了圣殿 他们也有软弱 那无论是留在巴比伦的 还是回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他们都面临了许多的挑战 我们首先说 巴比伦的犹太人 巴比伦的犹太人 就是他们已经不在意上帝的应许 他们也不在意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 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呢 就是70年之后 他们可以回到巴勒斯坦 到他们的那个年纪说 已经200年左右的时间 非常遥远 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距离他们已经1000多年了 谁还管1000多年的事啊 所以他们就说 亚伯拉罕真的能够提高我现在的生活水平吗 亚伯拉罕跟我现在的生活 跟我子女的教育真的有关系吗 算了我就照这样的生活下去了 那回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是一样 他们不得不向现实地图 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都知道 回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毕竟是什么数 几千人几千人几百人而已 对于一个国家的话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人数稀少 土地平均 城门破败 城墙不保 而且周围的几个民主和国家都虎视眈眈 盯着他们 他们没有力量保护自己 更没有力量去维持正常的宗教生活 所以对回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说 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疑问说 上帝还在我们当中吗 难道上帝就是要我们回到巴勒斯坦 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吗 就这样的生活吗 上帝还持守他的约吗 我们还是上帝的百姓吗 当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每天起来的时候看到破败的城墙 看到被烧的一趟乌黑城门的时候 他说上帝你与我们同在的记号在哪里 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之上 他们看不到 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属灵生命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这就是他们的处境和挑战 所以尼西米他要重建城墙 他所带这个行动所带来的含义是非常特别 尼西米回到巴勒斯坦之后 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他非常的低调 圣经告诉我们第二章的第一节 我们就没有读 他是从夜街带着几个水宠来视察了城市 他之前是听说耶路撒冷的情况 他来到耶路撒冷之后 他亲自来看了之后 调整了自己的计划 然后到第十七节之后 他再一次来对以色列人分享他的意象 分享上帝对他的感动 分享上帝借着他的手 曾经所做过的事情 尼西米对以色列人怎么说 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凌辱 各位弟兄姊妹 这是何等有利而真诚的一个呼唤 这是何等责任重大的一个邀请 尼西米邀请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举动 上帝将这个看见 将这个感动 放在尼西米心中的时候 他就一直持续的为他们祷告 就又不停的祷告 他为以色列人悲哀 他为以色列人叹息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上帝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 来看到教会中的需要 看到弟兄姊妹们心中的需要 如果我们只是看表面的话 大家你好我好 是吗 我们彼此问候的时候都说感谢主很好 感谢上帝 我们都平安 但是我们内在的需要 我相信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需要 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需要 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在属灵上都有很多的需要 求主把这样的看见 这样的感动 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情景 所以 尼西米 他向以色列人发出了一个邀请 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也可以看到说 尼西米 他在波斯的王宫当中 原先是有非常舒适的生活 他有非常体面的生活 但是他心里牵挂着以色列的百姓 牵挂着以色列他们的受的苦 以色列只是普通的一群百姓吗 以色列只是尼西米的同胞而已吗 不 我相信尼西米看到的更多 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立约的百姓 是上帝用大能的手从世界 从埃及 从法老的手下拯救出来的百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尼西米对于耶路撒冷的情况 他不是说 好 我拿出我的存款一部分 捐助你们去建城墙 总算有诚意吧 没有 尼西米也没有说 好 我就写封卡片 带个问候 问一问 以色列当中的长老 他们的那些领袖 有没有 尼西米也没有 尼西米真正做的 乃是 投生在这个伟大的事工当中 他自己 进入到这个事工当中 亲自参与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因着尼西米的榜样 因着尼西米的意向 因着尼西米的分享 整个犹太人 他们的心再次被激动起来 他们虽然住在破败的城市当中 已经一百多年了 一百五十多年了 但是因着尼西米的到来 他们就奉拥坐这山公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地上的耶路撒冷 是天上上帝之城的影子 地上的耶路撒冷 是上帝国度的预表 是上帝 在他的子民当中 掌权赐福的地方 所以他们所建造的 不是一座城市 他们还预备自己 和自己的后裔 再一次的回到 上帝的圣约当中 再一次的能够 自由的敬拜上帝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他们的行动 乃是他们内心的 信心的一个表达和流露 所以我们也知道 在后来的历史当中 因着以色列人 重建城墙 尼西米和以色拉 也再次复兴 他们的属灵生命 也预备了新约 耶稣基督的降临 直到耶稣基督降临 直到迎接那真正的君王 亲自来到他们当中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他们的行动 所表明的是 是他们承认自己 是圣约的群体 是上帝的子民 是属于上帝的儿女 这就是尼西米 和犹太人所做的 他们的行动 和所表达的含义 那我们特别来看 什么是圣约的群体 圣约的群体 我们首先要看看 我们乃是指导上帝的百姓 在旧约当中 圣约的群体 乃是指导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裔 那到新约呢 到新约当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 道从肉身 用他十字架上的死 来成就了新约 所以保罗在菲律比书 第二章六到第八节 他用一个非常简简的语言 来描述了耶稣的一生 他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几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实在实在实在架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尼西米的行 他的所行 他的行为 他所做的 指向了耶稣所做的 跟耶稣之间有很多的 类比的地方 因为尼西米原先在王宫当中 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 是吗 他愿意放开王宫中的生活 来到巴勒斯坦 来建立城墙 那耶稣基督呢 也是一样 他本在天上 非常的享受 非常的荣耀 享受永恒 但是为了救赎人类呢 他愿意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的当中 实在实在上的方式 为我们成就了救赎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耶稣用他的血 再次的与我们立约 所以我们这些人啊 成为新约的百姓 仍然是上帝的子民 我们的约 是建立在耶稣的 实在实在实和流血之上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耶稣为我们所展现的 是他生命的爱 他代替性的救赎 他代替我们的死 借着耶稣的死 我们的罪归在耶稣的身上 因为他的死 一笔勾销 同时呢 耶稣也把他的义 归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呢 上帝透过耶稣的时候呢 再也不会看我们是一个罪人 而是一个义人 透过耶稣的血 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 透过耶稣的血 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 各位弟兄姊妹 这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 赐给我 我们所享受的 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现在所站立的 就是耶稣基督 他所成就的新约 那我们在新约当中的百姓 领受怎么样的一个命令呢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 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 都非常的熟悉 说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乃是彼此相爱 那什么是爱 什么叫做彼此相爱 他到底是指什么 当我们读约翰一书 三章十六节的时候 使徒约翰再一次的 把彼此相爱 有更详细的解释 是什么呢 就是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 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耶稣为我死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爱 那怎么爱呢 使徒约翰说 我们为弟兄舍命 那我们再问 什么是舍命 舍命到底在我们 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 有什么样具体的含义呢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说 舍命就是为对方死 是吗 舍弃生命 难道耶稣今天 要我们都这么做吗 我们真的是 实际上的为对方去死吗 那我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然后呢就 想起使徒保罗 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 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献上自己 做活祭 献祭可以是活祭 我们舍命 也可以是活着的舍命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那我是从活着的舍命 这个角度来理解彼此相爱 如果用一个词 一个短语来概括的话呢 我会从三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个 我们舍命的含义是什么 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个 缘与真神 它是从上帝来的 第二个 基于真理 第三个 交付真心 我会用比较通俗的话 来解释这几个 那什么叫做缘与真神 各位弟兄姊妹 缘与真神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耶稣基督舍命的爱 我们去为地方 去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这就是我们的动机和态度 各位弟兄姊妹 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上帝让我们有这个重建教会的一个 重新开始的这样的机会 我们首先要审视我们的动机和态度 一方面是出于上帝的荣耀 另一方面是出于基督舍命的爱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 他就是荣省义人 我非常感恩 今天在祷告当中的时候 在弟兄姊妹们开口祷告的时候 很多人都提到 愿上帝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被尊重 愿上帝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被尊重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的存在 我们教会事工的动力 推动我们教会前进的 是上帝的荣耀 如果上帝的荣耀不在教会中被高举的时候 那这个教会 他就会误入歧途 任何的事工 都只是带来了 属血气的果效 各位弟兄姊妹 在新约的时候 耶路撒冷的圣殿 非常的经过西律 四十多年的修缮 非常的雄伟华丽 当时的祭司 也制度也完整 他们的献祭 也定期的完成 但是耶稣看到那个圣殿的时候 他指出那个圣殿 是个贼窝 为什么是贼窝 因为西律利用圣殿 来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 当时的大祭司利用圣殿 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当时的许多的商贩 以色列人 利用圣殿 来赚取金钱而已 那个圣殿不是敬拜上帝的圣殿 所以耶稣说 那个圣殿 是个贼窝 为什么是贼窝 因为他偏离了原先的目的 那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推动力是什么呢 是荣耀上帝 如果不是出于荣耀上帝的 这样的教会 无法给人带来 真正属灵的益处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正在这个教会的创始阶段 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们不断的需要问自己 我这个事工 我这个部门 我们教会的这个决定 是荣耀上帝的吗 是基于耶稣基督舍命的爱的吗 我们需要不断的问自己这个问题 那我们舍命的爱 第二方面呢 是在 基于真理 或者说 在真理当中 建造教会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竟然 是属于上帝的群体 无论我们的服事 还是我们的敬拜 无论是教会的运作 还是教会的治理 都应该按照圣经的真理 来建立 圣经也给我们足够的资讯 足够的教导 告诉我们教会该怎么运作 不同的恩赐 该如何配搭 信徒在教会当中 该如何行事为人 各位弟兄姊妹 这一切 圣经当中 都有清清楚楚的教导 没有人可以反驳的 没有人可以含糊 其次的 没有人可以磨灵两可的 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透过这些职份 和全体会众的彼此服事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凡事都要 归归俱俱 安着事去行 所以信徒的生命 在教会当中 是被耶稣基督的道所建立 管理和保守 是主耶稣基督的国 在地上得以扩展 是主显出他的圣洁 公义慈爱 恩典和无比的荣耀 我再说 在过去几个月所经历的 从属灵的角度来说 都有上帝的美意 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非常感动的就是 他都要 跟我分享的时候 都提到 他也在上帝的面前认罪 我们都在上帝面前 深刻的去反省 自己所做的 也去明白 去思考说 上帝要我学习 什么样的功课 我们常常会出现 两种错误 第一种错误 我们戏称之为 恋爱后遗症 什么叫恋爱后遗症呢 就是独目思情 我们看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起以前 想起自己受过的伤害 听过的那些话 然后跟我们有个交集的某些人 所以我们一想到 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内心汹涌澎湃 难以平复 我称之这个是 恋爱后遗症 那另外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叫鸵鸟综合症 什么叫鸵鸟综合症 我们暗示自己 我们告诉自己说 不要去想 不要去提 不要去谈论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我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什么都不要去想 那各位弟兄姊妹 这也是不对 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信靠上帝的人 我们相信 上帝凡事在掌权 凡事都互相效力 上帝要是那些爱他的人 能够得到益处 所以我们可以 坦坦面对过去 另外呢 我们也要自己谨慎 要避免 要避免类似的错误 类似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群体当中 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所以我们是可以学习功课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各位弟兄姊妹 这个并非表示说 我就是反对这个事情 我首先给弟兄姊妹讲好 而是让弟兄姊妹 有些思考 会众的投票 我不是说会众投票不好 而是要根据圣经的真理 我们认真的去思考说 我们教会的会众有什么权利 会众可以为哪些事情投票 会众的权利有哪些的限制 各位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要去认真思考 要从过去当中 所发生的事件当中去思考 如果我们迷信 所谓的民族制度 我们把教会所有的事情 都放在投票当中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 我们当知道说 会众是可以被欺骗 是可以被人操纵 甚至一个群体 都可以违背真理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在过去的事件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学习 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所以我们需要在真理当中 建立我们的教会 第三方面就是交付真心 交付真心是什么呢 是在爱心当中彼此服事 交付真心是什么意思 交付真心就是我相信 不解弟兄 他跟我说 他很尊重传道人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他不会表面上说 我尊重传道人 背后说传道人是个spy 背后说传道人是个骗子 我就相信他是真心的 交付真心是什么 交付真心就是相信 我相信学冰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 但是我仍然从信心的角度来看待他 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 圣灵来保守他 交付真心是什么 交付真心就是我敢讲真话 本着真理的缘故 弟兄姊妹们该讲的 我一句都不保留 各位弟兄姊妹 就算是冒着被开除的危险 还是帮着真理而讲 各位弟兄姊妹 这就是交付真心 用一句话来说 我们是性命之交 我来到这个教会当中 弟兄姊妹们来到这个教会当中 我们不是一个俱乐部 我们不是一个同乡会 我们不是一个 某一个教育的场所 我们是应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连接在一起 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 所以我们可以 找爱中彼此服事 为了对方的益处 我们愿意付出代价 我们愿意竭尽所能的 来建立对方 所以就算是 对方有些时候 觉得一时难以接受 听得不舒服 该讲的我们还得讲 所以上帝的话语 临到人身上的时候 有些时候会让人觉得扎心 为什么是觉得扎心呢 扎心是很舒服的感受吗 扎心是让你觉得很舒畅吗 很自由 上帝的话语有些时候 会指出我们里面的骄傲 指出我们里面的黑暗 指出我们里面的罪恶 让我们在罪恶当中回转 让我们在愚昧当中醒悟 让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 得以停下来 回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任何的服饰 信息的分享 都不是安慰剂 我不是因为今天 进兵对我很好 我就对他说好话 不是安慰剂 所以求助怜悯我们 简单的做个结束 破损的城墙 他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羞辱而已 不只是一个民主的羞辱而已 而是上帝的民被羞辱 上帝的荣耀被亏损 因为上帝将自己的民 跟以色列人联系在一起 上帝与他们的约 所以当以色列人被羞辱的时候 上帝的荣耀 同样受到亏损 一个教会的狮子 不只是一群人们受羞辱而已 不是一个地区的人 基督徒受羞辱而已 而是上帝的民被羞辱 上帝的荣耀被亏损 因为上帝的名字 跟这个教会是连在一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 我们需要非常清醒的意识到说 这教会乃是永生神的家 是真理的根基和注实 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话 再多的工程 再多的活动 都毫无益处 我们建立神的教会 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而是为了上帝的名声 祂是天地的主 我们在祂面前 应该来荣耀祂 应当来赠除祂 所以最后容许我 借用尼西米的胯 对弟兄姊妹们说 来吧 我们重建成墙 愿上帝的恩手赐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求祢恩待我们 我们这一群是卑微无力的 我们这一群人是无有的 但是祢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在祢是没有难成的事情 在祢样样都有 求祢恩待祢自己的百姓 主啊 求祢用祢的真理来建造我们 祢更新我们的动机和心态 主啊 免得我们在这个权地上 来羞辱祢的名 免得我们在这个权地上 让祢的荣耀受到亏损 主啊 愿祢的恩手帮助我们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